《中国梦》系列的一个婚姻广告 对哪位的印象比较深刻呀 当然还是跟陶老师一起拍的那个 《名为帮门本书帮你》那段还是提供一下 其他人的那个表现呢 都有看到 这次的拍摄跟上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次就会感觉会更加的有活力一些 就像18年新的一个新的一年新的时代 迈进新的一步 跟陈导合作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 就是能跟自己拍摄一下 喜欢我 那你觉得新时代的这个青年演员需要什么样的品质 我觉得就是要有梦想 然后不忘初心 然后呢就是 嗯 忘初心要有梦想 还要有自己的坚持吧 嗯 然后昨天看你就在跨年 然后今天就回来工作了 是没有放假是吗 对对对没有梦想没有了 嗯 就是明天早晚会有梦想 嗯 其他的锻炼方面的能力 最近 最近 挺忙的一般都休息下来 都都有时间都尽量休息的很少锻炼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长到一米八 就 有时候每年应该就能长到一米八 嗯 嗯 然后那个去年就是解忧刚上映的时候 你说那个 新年有这个专辑计划 能不能透露一下 对对 希望是 嗯 有这样一个计划 嗯 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 嗯 就是没什么可透露的吗 现在 因为 因为我也没有 就是再计划还在 嗯 自己会写歌吗 放在里面 嗯 你还可以 嗯 好 你不太好 谢谢 好